今年过世的国宝级音乐大师郭志愿 是台湾现代民族音乐的先驱 台湾交响乐团特地举办郭志愿纪念音乐会 还会带来经典作品《天人诗》 这个乐曲需要非常庞大的乐团 19年来在台湾只上演过一次 郭志愿曾经说 这可能是他毕生最大的创作 今年在纪念音乐会上将会重现 钢琴家叶绿娜在琴键上弹出轻快的音符 在西方的乐谱中加入台湾民谣的特色 这是已故的国宝音乐家郭志愿经典的协奏曲 它不是以寻常我们熟悉的那种钢琴手法写出来 就是那个和弦 因为它是以台湾民谣为主 它有一种特别的台湾那个时候的现代感 国宝音乐家郭志愿是台湾现代民族音乐的先驱 大家耳熟能详的《红强威》 《金纳君》都是他的作品 他在1955年不下第一首台湾人创作的管弦乐曲 更在1994年以大型管弦乐《天人诗》荣获国家文艺奖 郭志愿曾说这可能是他毕生最大的创作 但因为需要庞大的乐团 19年来在台湾只上演过一次 台湾交响乐团特地举办郭志愿纪念音乐会 重现经典大作《天人诗》 我们其实也可以反省看看台湾最早一代的作曲家 他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成绩与绩效 以及从他早期的成就 我们当中可以学到什么 对于我们未来台湾音乐创作 有开拓怎么样的路 郭志愿为台湾创作超过半个世纪 留下的不只是动人的音乐 更是深厚的台湾文化